现在有黄景莹的频道新闻 立法会通过由民主党林卓廷提出 促请政府打击违标 捍卫业主权益的侮辱促力议案 发展局长马兆长马 现时已经有竞争事务委员会 廉政公主和警方就违标问题执法 也有相应规管 令立楼宇维修工程监管局需要繁多准备 涉及修例需要极长时间 是救不了近火的远水 亦涉及额外资源可能要转嫁小业主 不认同领设监管局会比现时制度有效 林卓廷对马兆长的港发表是遗憾 认为是政府逼小业主维修 但不去监管令到细访越销越大 满地火头 话专业团体没有发言权力 规管有问题的相关人士 后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 美国商会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的酒会 他支持时说 下任政府施政的宗旨会是坚决果敢 又说下届政府职责是要维护香港核心价值 令一国两制得以延重 而放屋会是施政重点 又说会要求下任教育局局长 处理香港英文水平下降的情况 他也会继续和美国领事馆合作 邀请更多美国的著名大项 在香港开办发情 他又关注过去四年 在香港的美国企业减少一百斤 说下任政府会为企业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 美国驻港总领事唐伟康就说 有信心香港是一国两制下继续成功 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在哈萨克的国事访问 与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会谈 决定推动深入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与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 实现两国发展战略深度融合 两国又同意共同打击三股势力 同跨国有组织犯罪 这节新闻报道月 天气报告 今晚同天天气预算 大致天城的暴地区有骤雨 最低气温大约28度 明天日日间天气酷热 最高气温大约33度 吹黄湾南至东南风 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酷热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天气酷热可能影响健康 市民要提防中暑 电视气温30度 相对湿度80% 财经online 市场聚焦英国大选 和欧洲央行移升 欧洲股市好担增持 英国富士100指数 7462点跌15点 法国Kent指数 5268点升3点 德国Dex指数 12716点升44点 汇市方面美元兑测原报 110.19 欧元兑1.1233美元 英镑兑1.2937美元 欧元兑75.39美线 新西兰元兑72.06美线 金价每安市报 128813.35美元 跌3.7美元 留意期游每桶 45.46美元 跌26美线 这次财经online 报到热 雷亭881 马路的士交通消息 紧接全港路面 半里左右 晚上8点34分 细里和你跟进 较早前 施子山 迟到公路 入沙田方向 跟着 甲田村万线的交通意外 仍然未清理好 路美浸会 桥面 现在施子入沙田 仍然需要降风 驾驶人士留意 最后紧记安全 车速 小心驾驶 旅程881 讲香港人话 龙堡酒家 益食家 生满龙虾 每只68 上汤局 蒜蓉蒸 嫁送衣面底 每只68 生满龙虾 每只68 吃得开心 欢迎晚晚吃 龙堡酒家 做得到 不吃你手煲 圆州街 葵方角 宋王台 龙堡酒家 龙虾我清皇 好吃你吃 人人知 哎呀 升不到 带你去一个好地方 技能即时爆分 齐齐升 职业训练局 建造业议会 继一业训练局 合办的 香港青年技能大赛 雨加年华2017 有16个国家及地区的年轻高手 比拼美容护理 机载人 游七装饰等 十几项比赛 还有三十几个技能体验活动 大人小孩肯定玩到 不想走 那一于在6月16 17号 朝十晚六 湾仔会展见 未经常 在7月19日上